第291章 新一代天机 这时 大眼圣火龙背上的阿金 和那名福瑞没见过的男子 已经腾身而下 只见大眼圣火龙化为一道流光 直奔激动涌来 浓烈的光运瞬间在激动身体周围 布下了一层黑 白双色结界 下一刻 光运收敛 已经完全融入到激动胸口的位置 消失不见了 这半年的时间 大眼圣火龙已经完成了进化 但十月凤凰火 却依旧在朱雀手镯中沉睡着 激动为了让他能够更好的进化 每天都会专门从混沌之珠中 调动混沌之火 滋润朱雀手镯 传递混沌气息给火 从本质上来看 火和茅台 五粮叶他们一样 在孵化前身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不同的是 火是经过激动当时的魔力滋润 和朱雀多年以来的魔力注入孵化的 刚刚孵化时因为先天不足 就只有四阶实力 大眼圣火龙就完全不一样了 虽然他被冰雪巨龙风霜寒气所尽 但为了让他孵化 成为激动的做起伙伴 用了不知道多少天才地宝 再加上他自身的魔力 这才令大眼圣火龙孵化成功 可以说 他的本质比原本身为火龙的本质 还要强悍得多 从八阶进化到九阶这个过程 除了是受到激动的混沌之珠形成影响外 也是他自身蕴含力量自行的爆发 所以 进化过程就要快得多 至于火 每天都在通过激动 吸收大量外界的魔力 可却还没有丝毫觉醒的意思 烈焰告诉激动 火的这次进化 很可能会经历很长时间 就算有他的魔力支持 恐怕也要数年之久才会结束 而火这次进化完成后 很可能会直接跨入八阶的级别 因为他不只是魔力上的进化 同时也是通过混沌魔力中的创造性 来修补自己的先天不足 尽管这样一来机 动在这次圣邪之战中 就少了个帮手 但他却依旧为火高兴 火的先天不足 能够修补完毕 他也算是对猪雀有个交代了 福瑞拍拍激动的肩膀 笑道 激动 刚才我还和你嫂子说 这将是我最后参加的一届 圣邪之战 现在 看到你的大眼圣火龙 已经进化到九阶 我也可以完全放心了 我相信 这次圣邪之战 就算没有我 你也一定会带着大家 获得最后的胜利 激动连连摇头 道 师兄 这怎么行 比起你来 我还差得远呢 更何况 天干学院的人 以后也不可能听我指挥 你还这么年轻 我算算 以五十岁为界限的话 你至少还能参加三届圣邪之战啊 福瑞美好气得到 你想得到不错 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参加圣邪之战了 圣邪之战的历史上 我参加的次数 也是数得着的 黑暗大陆 那边那个最终兵器李永浩 都要比我少上一届 以后的事情 就都是你的了 这次圣邪之战结束后 你和我回学院一趟 我看看 谁敢不听你指挥 你小子这次可别想跑 该是你承担责任的时候了 我也好跟你嫂子结婚去 你师兄 我都三十多岁了 到现在还没成家呢 激动惊喜地道 师兄 你要和嫂子结婚了 那到时候 我可要送份大礼给你才行 好吧 这次圣邪之战结束后 无论如何 我都和你回天干学院一趟 不过 我相信天干学院天才众多 一定会有人比我更适合接替你呢 福瑞笑骂道 你这臭小子 就是不想被学院束缚住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可你别忘了 让我把这阴阳学堂首席的位置 交给别人 我怎能放心 哦 对了 弟妹呢 怎么他没跟你来 我上次可听说了 弟妹身份不一般啊 激动道 师兄 我也不瞒你 我能有今天 对我帮助最大的施烈焰 只是 他却不能轻易施展自己的能力 他在家等我呢 说不定 等圣邪之战结束后 咱们兄弟就能一起完婚了 福瑞看着激动 微笑道 好 我等着那一天 师兄 也相信你在这方面 一定能把握得好 说实在的 弟妹可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了 毫无瑕疵啊 你小子的运气 真不是一般的好 哎哟 叶欣你干嘛掐我 扭头看着神色不善的叶欣 福瑞赶忙陪笑道 你也美 你也毫无瑕疵 在我心中 你就是最美的 行了吧 叶欣白了他一眼 流露出一个 这还差不多的表情 激动笑道 师兄 大嫂 我这次带了两个人过来 一同参加本次圣邪之战 我介绍你们认识 此时 阿金和那名男子 已经走了过来 激动指了指阿金 道 这是我的朋友 心经细魔是阿金 不知道为什么 他打破了 不能同时有两人 拥有一种极致魔力的界限 他的魔力 乃是极致阴惊 68级 福瑞和叶欣对视一眼 两人都看出了 对方眼中的惊讶 68级的极致阴惊魔师 这意味着什么 足以轻松地面对 任何七贯魔师的挑战 甚至能够应对八贯魔师 从整体实力来看 福瑞一直都认为 阴阳学堂 是完全凌驾于对手之上的 但黑暗五行大陆 那边的十大天干圣徒 拥有极致魔力 实在是令他心烦 而自己这边上次出现的 那些天干圣徒 更是令人不敢恭位 不捣乱就不错了 激动突然带来 一名68级的极致魔师 他们又怎能不高兴呢 小师弟 你带给我的惊喜 真是如金涛拍案 源源不绝啊 阿金小姐 你好 阿金没有开口 只是向福瑞和叶欣点了下头 身穿铠甲的他 更令人感到难以接近 至于在这份冰冷之后 隐藏的是什么 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那这位兄弟呢 福瑞的目光 转向来到激动身边的 那名男子身上 这是一名看上去 和激动年纪差不多的青年 似乎比激动还要略大一些 和阿金身上的冰冷不同 这个人始终面带微笑 有一种飘然若现的奇异气质 看着他 福瑞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根本看不透这个人 看不出他有多强的魔力 也看不出这个人的实力 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甚至看不清他的容貌 感觉上 这个人全身上下 似乎都笼罩在一层神秘的迷雾之中似的 激动道 师兄 你听说过天机吧 这位 就是新一代的天机 在他继承了天机之位后 他的名字 也改成了天机 在这之前 他叫做云天机 我们在七年前就认识了 不久前 我前往天机城见到了他 也见到了弥留时的老天机 说到这里 激动的神色 明显变得凝重起来 离开天水城后 他带着烈焰和阿金前往的 正是天机城 因为他记起了 自己当初和云天机之间的约定 特意寻去 当他找到云天机的同一天 老天机去世 他到来时 正好看到了老天机 弥留时的最后一眼 他永远也无法忘记 那一刻从老天机眼中看到的 深切悲哀 直到此时回想起来 心中 还是沉甸甸的很不舒服 听到天机二字 福瑞的脸色不禁微微一变 他当然听说过 这位连五大帝国君主 都极为尊敬的存在 据说 他是当时唯一一位大预言家 天机说过的话 从来没有不应验的时候 而天机所说的一切 也几乎都是真理 一代代天机传承下来 不论大陆格局是否有变化 天机城都只属于天机 可以说 天机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神秘的传奇 而此时此刻 新一代的天机 竟然就站在自己面前 他又怎么能不惊讶呢 云天机微笑道 雷蒂你好 这次我随主人前来 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 当初 如果不是主人相救 并为我报了家仇 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说到这里 他的神色突然变得凝重起来 雷蒂 您是光明五行大陆 参加圣邪之战的主导者 我现在必须要告诉您 这次圣邪之战 不论是对于您 还是对于整个光明五行大陆来说 都是生死之战 云天机的声音中 仿佛有一种奇异的魔力 听着他的话 弗瑞和叶星都感觉到心头一沉 似乎有什么东西 瞬间压在自己心头上似的 生死之战 弗瑞不解地看着云天机 云天机点了点头 声音中饱含着奇异的魔力 我的老师 穷尽一生之力 以自己数十年的生命力为代价 也没能真正摸清 这危机的源头是什么 直到临死前的一刻才能确定 这次的圣邪之战 就是危机的源头 关系到我们光明五行大陆的 生死存亡 叶星冷了一下 这不可能吧 弗瑞参加了最近的四次圣邪之战 我也参加了有三次 我们几乎都占据了上风 对方虽然近两次有天干圣徒崛起 算是个威胁 不过 我们的整体实力也不弱 更何况 圣邪通道并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 在圣邪之战期间 通道出口由我们大军镇守 大陆的强者 也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这边 就算他们能够令圣邪天平 向他们那边倾斜 想要冲破我们的防御 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要我们能够顶住短暂的时间 那么 他们将要面对的 就将是整个光明五星大陆的阻挡 圣邪通道开启时间是有限的 我实在想不出 黑暗五星大陆 有什么办法 对我们大陆 造成生死存亡的危机 不认是夜星还是福瑞 甚至包括激动在内 对云天机的话 都有着疑惑 哪怕激动曾经亲耳听到 上一代天机临终时所说的这些 直到现在 他也难以相信 正像夜星所说的那样 圣邪之战的胜负 更多是象征意义 就算几方输了 对方想要突破圣邪通道 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在数百年以来 已经多次验证 可是 激动却怎么也无法忘记 上代天机在临续时 看着自己那悲哀的眼神 一想到他那最后的凝视 他心里就会很不舒服 云天机叹息一声 以老师的修为都无法看清 我就更无法做到了 别说你们不信 哪怕是身为天机继任者的 我也无法相信 老师这一生中最重要的预测 我真的希望老师的预测是错误的 但是 和平的约子 已经过得太久太久了 不论如何 这一次的圣邪之战 还要小心再小心 如一切平安当然是好 万一有变 也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激动到 老天机在一年多前找到过师祖 师祖答应 这次将亲自到圣邪通道入口镇守 有师祖他老人家在 还有师母 以及他们同时闭关的 极为至尊免下 至少守住通道出口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们在圣邪战场内尽可能小心一些 五年过去 黑暗天干圣徒实力必定有所提升 但我们也同样在进步 这次我们的整体实力与上一次相比 同样不可同于而语 弗瑞点了点头 道 不论怎么说 他们也不可能打破圣邪战场上的规则 只有五十岁以下的模式 才能够进入战场之中 天机 谢谢你带来的消息 也谢谢你的老师 为了大陆的未来所付出的一切 但是 我们更能相信的应该是自己的实力 我们也一定会尽可能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云天机没有在说什么 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心中突然想起了已经去世多年的姐姐 就像上代天机所说的那样 有些事情既然已经注定 就不可改变 幸好 在老师的预测中 不论危机有多么巨大 却总也有一份生机伴随着光明五行大陆 而且 这份生机始终都与一个人有关 那就是 自己在七年前任下的主人 光明双火圣徒 这一代光明天干圣徒的圣王 激动 弗瑞呵呵一笑 想激动道 走吧 师弟 跟我回赢去 上次圣邪之战结束后 你偷偷跑了 我可是让几位大哥埋怨死了 你既然来了 我们就先去打声招呼 第二百九十二章 意料之外的重聚 在弗瑞的带领下 众人回到大军驻扎的营地之中 毫无疑问 阴阳学堂驻扎在大军最核心的位置 每等弗瑞给激动三人安排好休息的营帐 得到消息的光辉六龙中 除了石龙宋瑞龙需要坐镇中军以外 其他四人就都已经赶过来了 对于激动 其实这四龙倒不是有多么深刻的印象 但上次圣邪之战结束后 弗瑞就说过 激动必将是他的接班人 而且 上一战激动所做的一切 他们也都有耳闻 自然对弗瑞的这个小师弟就重视起来 双方寒暄过后 激动将天机的叮嘱第二次说了出来 四龙也都表示会尽量谨慎 但激动却从他们的眼神中 能够看出其中的不以为然 心中不禁暗暗苦笑 坦白说 天机这虚无缥缈的预测 他自己也同样无法相信啊 更别说说服别人了 幸好 以师祖为首的那六位至尊强者 肯定会在这次圣邪通道开启后赶来的 有他们作为后盾 激动心中确实没有太多的担忧 圣邪之战即将开始 四龙要忙的事情还有很多 做出了晚宴的邀请后 就纷纷离去了 云天机默默地坐在角落中 闭合着双眼不知在想些什么 阿金依旧是一身冰冷的样子 激动和弗瑞一起送走了四龙 返回弗瑞的大仗之中 激动道 师兄 阴阳学堂现在有多少弟子 弗瑞道 除了死去的和年纪超过的 再加上近几年补充上来的 人数还是五十 怎么 你打算重返阴阳学堂了吗 放心 等这次圣邪之战结束后 就算你不想回来 我也一定要把你拉回来 激动摇了摇头 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能不能把他们召集过来 我有东西要送给他们 圣邪之战即将开始 多一件保命的东西 也是好的 弗瑞惊讶地看向激动 是什么 我也有份吧 哦 不 我和你嫂子要双份 激动哈哈一笑 师兄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贪婪了 弗瑞黑黑笑道 这不是贪婪 我还不知道你吗 你能拿得出来的东西 一定是好东西 快告诉我 是什么 激动微笑道 还记得我和魔际工会 那个叫天邪的魔师 比试时用什么方法 对抗他的圈轴吗 弗瑞一愣 对了 我上次忘了问你 你当时是怎么做到的 感觉上 你应该也是使用了 类似于魔际圈轴之类的东西 可是 我们却都没看到你的圈轴 反而有酒香 从空中散发开来 你不要告诉我 你是凭借酒来 增负自己魔力的 激动到 那倒不是 酒虽然易燃 但却不好控制 而且不同的酒 情况也完全不同 不过 我要送给大家的东西 却是和酒有关的 一边说着 他手腕一翻 一瓶魔际酒 已经出现在掌心之中 递到弗瑞手里 弗瑞接过魔际酒 眼中充满了惊讶 就是这东西吗 这究竟是什么 我看看 咦 瓶子底下这个 好像是五行法阵中的 存续法阵啊 小师弟 你这是 激动到 算是我的发明吧 虽然有着不小的局限性 但却胜在造价低廉 我叫它魔际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完全可以 和魔际卷轴媲美 可惜 能够制作的 就只有我 师兄 你也会五行法阵 回头我把原理告诉你 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弗瑞瞪大了眼睛 你是说 这东西 可以当魔际卷轴来用 天哪 小师弟 你这瓶子里的液体是什么 激动呵呵一笑 自然是酒啊 有的是白蓝地 有的是威士忌 这样好了 你把大家聚集起来 我送给他们每人一个 也向你们一起演示一下 它的使用方法 这东西用来战斗的话 数量暂时还不够 但在关键时刻 只要使用得好 就有可能保住性命 弗瑞毫不客气地 将手中的魔际酒收了起来 小师弟 你真是个怪物 我现在开始 越来越相信 天机说的话了 师祖说 那位老天机告诉他 你将是拯救大陆的一代圣王 光明天干圣徒的掌控者 指引者 看起来 他说得真没错 我一向自负 可和你比起来 我却发现 我们的差距 正在被逐渐拉开 小师弟 为了弥补我心灵的创伤 你那生命之源 是不是再给我一瓶 哦 还有这魔际酒 多多一扇 激动美好气得到 你当这是白开水呀 说有就有 我一共就只有百余瓶 发给阴阳学堂的同伴们 以后也剩不下多少了 分你一些就是了 坦白说 师兄你要这魔际酒 用处并不大 我能够烙印在其中的 只是基准剂 就算是双戏基准剂组合 也只能相当于 一个普通的 必杀剂威力而已 你有雷玉神斧 还在乎这点威力吗 福瑞哈哈一笑 那可不一样 谁没有魔力耗尽的时候 你说得对 这东西可是能救命的 你在这里等着 我现在就去召集大家 对了 新加入阴阳学堂的师弟 师妹 可有你的熟人啊 熟人 激动愣了一下 没等他问 福瑞已经窜了出去 看着福瑞离去的背影 激动发现 自己和师兄之间的差距 真的拉近了 不只是实力上的 师兄在对自己说话的时候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 充满关照的情绪 更像是在和可以 相互托付的伙伴交流 这种感觉 无疑代表着福瑞对他的认可 这也是激动 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 主人 你的魔际酒 也给我几瓶吧 云天机睁开双眼 向激动说道 激动道 天机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你留在营地等我 你为了成为新一代天机 已经付出了 无法拥有魔师能力的代价 我怎能让你进去冒险 云天机道 主人 你忘了吗 七年前我就曾经说过 以后云天机这条命 就是你的 而且 我们天机一脉 虽然没有实战能力 但却擅长趋吉避凶 也有着一些自保能力 加上你的魔际酒 在圣邪战场中 自保还是没问题的 我定能第一时间 找到你的位置 与你会合 激动陈生道 不行 我不能让你冒险 圣邪战场可不是闹着玩的 里面情况瞬息万变 就算你有预测未来的能力 也一样危险 云天机淡淡地道 主人 你知道老师去世之前 留给我最后的八个字是什么吗 激动愣了一下 脑海中不禁回想起 上一代天机去世前的情景 在向自己交代了那些事情后 他向云天机 好像说了些什么 只是嘴唇翁动 却没有说出声音 激动只是看到 他应该是说了八个字 之后 这位老天机 就用那悲哀的目光 注视着自己 刻然而逝 老师说的是 紧随圣王 虚余相伴 只有我能感受到 当时老师的意思 他是说 在这次圣邪之战中 我只有紧紧地跟随在你身边 才能对你有所帮助 也才是最安全的 这军营 虽有千军万马 也一样不行 主人 让我去吧 看着云天机目光中的执着 激动紧皱的眉头 渐渐舒展 好吧 但你一定要时刻小心 一边说着 他摸出十瓶魔忌酒 给了云天机 并将脖子上的生命之盒 摘了下来 挂在云天机的脖子上 主人 你这是 云天机惊讶地看着激动 激动微微一笑 我已经答应让你去了 你就要听我的安排 我已经通过灵魂之力 和茅台 五粮液沟通过了 有他们在你身边 我才能放心 至于我自己 我想 你不需要担心吧 既然我是你们两代 天机所说的圣王 可没那么容易出事的 就算是遇到 时间魔兽 或是对方的圣徒 我也同样可以全身而退 尽管身为天机 但却并不代表云天机 就没有常人的感情 他没有再拒绝 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感受着生命之盒内 奔涌而来的庞大生命力 他的心 比受到生命力刺激的身体 更加温热 正在这时 外面已经传来嘈杂的脚步声 福瑞的声音也同时响起 小师弟 大家都来了 你也出来吧 激动向云天机点了点头 转身走出大帐 只见福瑞的大帐外 数十名阴阳学堂弟子们 正在从各自的营帐走过来 当他的目光看到那几个阴阳学堂中的生面孔时 突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难道 是他吗 首先引起他注意的 就是一名有着红色短发 身材极为壮硕 甚至比福瑞看上去 还要高壮几分的青年 身上的静装 仿佛要被他那一身充满爆炸力的肌肉撑开一般 刚毅的面庞流露着强势和自信的光辉 不用刻意去感受 也能发现 他全身上下 如同太阳般的火热 浓浓的炳火魔力 似乎随时都会做出攻击一般 这些都不是吸引激动的原因 真正吸引他的 是那张有些熟悉的面庞和灼热的眼神 你是卡尔 激动大不上前 来到那比自己高了近一个头的青年面前 那青年哈哈一笑 用力地拍了拍旁边身材修长 面如关玉的英俊青年几下 看 我就说吧 老大是不会忘记我们的 老大 可不正是我吗 一边说着 他已经向激动张开双臂 激动同样张开手臂 彼此给了对方一个大大的拥抱 他真没想到 竟然能够在阴阳学堂的序列中看到卡尔 拥抱完卡尔 激动的目光 立刻落在了卡尔之前拍了肩膀的青年身上 和卡尔相比 这名青年感觉上更加危险 阴柔的气息 英俊的相貌 还有那灵动的眼神 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毕苏 毕苏一脸的痛苦 老大 你害我输给卡尔这家伙 一个四阶炳火金盒 这是不是应该由你来出啊 他脸上的神情看似痛苦 可眼中的喜悦 却是无法掩饰的 少废话 激动同样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再张开手臂 将卡尔也拉过来 多少年了 自从当初激动离开了天干学院后 他们兄弟三人就没有重聚过 没想到 今天竟然在这里再次见面了 激动 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们切磋一下 一个有些低沉的女生从旁边传来 激动扭头看时 只见那名看着寂寞生又熟悉 身材修长的少女正 目光灼灼地注视着自己 这少女有着清秀的相貌 却剪了一个和卡尔十分类似的短发 阴气逼人 她的身高和必俗 激动差不多 在女孩子中 绝对是少有的高个子了 你是助龟 激动已经认出了这个女孩子 和当年相比 眼前这三位和他在离火学院 就认识的伙伴 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不是轮廓上 还能依稀看出一些 还有他们熟悉的眼神 激动真的有些不敢认了 助龟终于笑了 怎么样 什么时候和我切磋呢 激动也笑了 我现在还记得 当初在离火学院 你已经是五级学徒的时候 我们三个有多么羡慕呢 不过 现在你恐怕不是我的对手了 助龟哼了一声 道 你加入阴阳学堂的时候 我就知道不是你对手了 可这并不代表 我不能找你切磋 我现在也加入了阴阳学堂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追上你的 卡尔从旁边凑了上来 嘿嘿一笑 道 老大 小龟现在可还是你弟妹呢 激动惊讶地看向卡尔 卡尔 你行啊 你把助龟搞定了 卡尔赶忙连连摇头 不 不 我可没这本事 是毕苏 这一次 激动真的震惊了 看向神情有些扭腻的毕苏 心中呐喊一声 不会吧 助龟和毕苏分属阴阳伙是不错 但两人可以说 都是反串属性 性情那么刚烈的小龟 能和有些阴柔的毕苏在一起 这实在是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毕苏苦笑道 老大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吧 第二百九十三章 神火圣王凯小龟 其实也有温柔的一面 只是你们没看到过而已 毕苏有些脸红地解释道 旁边的卡尔南南的道 永远都不看到才好 也不知道是谁 前几天还让人家追着他 唉 男人做到这个地步 也真是一种悲哀 你找死吗 助龟和毕苏 几乎是一口同声地说道 看着他们的样子 激动不禁苦笑道 你们谁能告诉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卡尔兴致勃勃地闪到激动背后 我来 我来 老大 你可不知道 毕苏运气有多好啊 我们到中原城旁边的一处旅游圣地 放松度假 我去打练 他自己非要跑到那里的 一个小湖去裸泳 结果 遇到了同时在裸泳的小龟 最悲剧的事 还被人家给发现了 可怜的毕苏 被小龟揍了一顿之后 小龟对他说了一句话 他们就在一起了 说到这里 他学着小龟的声音 道 你这个混蛋 你必须对我负责 否则 我现在就淹了你 卡尔虽然身形高大 但学着助龟的样子 却是微妙微笑 他声音未落 助龟和毕苏 已经同时红着脸冲了上来 激动哈哈一笑 赶忙将他们拦住 笑道 其实 这也是一种缘分 毕苏恶狠狠地瞪视着卡尔 卡尔 你死定了 你等着 卡尔哈哈一笑 我好怕啊 小龟 好好管教管教你家毕苏 有你在 他居然敢叫嚣 看着他们三个 激动心中有种说不出的轻松感 仿佛又回到了当初的李火学院 在李火学院那几年 虽然他每天都在努力地修炼 但他却真的很喜欢那里的氛围 那时候 每天都能见到烈焰 也每天都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魔力在进步 感受着这个世界的种种奥妙 现在再见到当初的伙伴 那份感觉似乎又回来了 激动哥哥 猜猜我是谁 正在这时 一名看上去十六 七岁的少女突然跳了出来 来到激动面前 激动呵呵一笑 还用猜吗 除了我的冷月妹妹 还有谁能这么可爱呢 没错 这突然跳出来的少女 正是当初和激动一起加入阴阳学堂的鬼水戏天 才少女冷月 当初的小女孩 现在已经出落成了大姑娘 虽然她没有蓝板那么美 但那天真活泼的样子 却和当年没什么变化 一双大眼睛 更是透露着古灵精怪 极为可爱 不满地绝了绝嘴 真没劲 激动哥哥 你怎么一下就认出来了呢 此时 阴阳学堂的弟子们 已经都走了出来 弗瑞向激动招了招手 激动向卡尔三人 以及冷月侍一后 走了过去 这些阴阳学堂的弟子们 大都认识激动 自然也深刻地记得 五年前 那约约阴阳界 带给他们的强烈震撼 在摩尸的世界中 实力是一切的源泉 激动凭借自身强横的实力 早已征服了他们的心 一双妙目 就隐藏在这人群之中 正正地看着他 眼眸中不知不觉间 已经多了一层雾气 宝 少女的肩膀被搂住了 夜心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来到了他身边 还忘不了他吗 你真傻 就像我当初一样 你那么喜欢他 为什么不主动去争取呢 蓝宝用力摇了摇头 眼中流露出一丝 欺然 没用的 他心中不可能有我的空间 夜心师姐 我先回去了 说着 他已转身回营帐而去 各位 我让师兄请各位来 是有件东西要送给大家 我将它取名为魔际酒 大家都是熟人 也没什么好客气的 激动开门见山地 将自己制作的魔际酒 以及使用方法 简单地说了一遍 看着众人眼中 不可思议的样子 激动取出一瓶 有着最基本技能 猎羊式的魔际酒 右手一挥 酒瓶飞出 一道光芒从他手中闪过 砰的一声 酒瓶破碎 刺目的金光瞬间展现 与激动一模一样的身影 就在这金光中爆发 浓烈的极致洋火 魔力波动在空中 尽情地迸发 每一位阴阳学堂的弟子 都可以说是魔世界的天才 他们当然明白 这一瓶魔际酒 能够带来怎样的作用 大家的眼神 开始变得灼热起来 毫无疑问 在他们眼中 激动的地位 已经又上升了一个台阶 弗瑞站在一旁 暗暗点头 他越来越相信 当激动接替了自己 在阴阳学堂首席的位置后 必定能够比自己做得更好 至于天机的预言 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 他只相信自己的实力 每一名阴阳学堂弟子的手中 都拿到了一瓶魔际酒 激动的精神力突破后 其实已经有能力 来制作必杀技级别的魔际酒了 但这段时间 他先去了天机城 之后又抓紧时间 在天机城闭关修炼 将自己所学融会贯通 实在没时间和精力 来制作更多 只是在来之前 将身上剩余的材料 全部用尽 制作成了百余瓶魔际酒 就赶了过来 毕竟 这东西尚未完全成熟 只能作为战斗时的辅助 更主要的作用 是出其不意 而不是完全凭借 他来克敌制胜 发完魔际酒后 激动回到弗瑞身边 塞给他三瓶魔际酒 低声道 师兄 你把这个给板吧 以他那近乎能够 掌控一切的精神力 又怎么会看不到 蓝板的离去呢 弗瑞没有接下魔际酒 美好气得到 要去你自己去 我可不想看板的眼泪 哎 感情这方面的事 我是没法给你意见了 不过 板真的是个好姑娘 不过 我也能理解你 弟妹那么完美 你完全寄情于弟妹身上 也没什么不对 只是苦了板这傻丫头 激动收回魔际酒 叹息一声 道 等进圣邪战场之前 我再给他吧 师兄 这些是没办法的 希望时间能够冲淡一切 我想 板总有一天会想通的 弗瑞眼含深意地看了他一眼 希望如此吧 你们住的地方 我已经安排好了 不过 你先和我到我那里去 你的军魔 阴阳铠 我给你带来了 你先试试 也好尽快熟悉铠甲的特性 说起来 这次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师叔回学院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 但就是这一年时间 他除了帮你铸造军魔阴阳铠之外 也帮阴阳学堂的兄弟姐妹们 把各自的魔力铠甲 都进行了一定的修补 提升 令我们的整体实力 再次上升一个台阶 师叔这一年来 几乎是没约没夜地 泡在铸造室里 如果不是有你 给他那千年生命之源作为依托 他恐怕早就支撑不住了 而现在不但没事 看上去 甚至还比以前年轻了许多 不愧是排名第四的美酒啊 对了 一说到这个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这臭小子 竟然跑到调酒市工会 去弄了一瓶汉海穷江 激动黑黑一笑 那 那可是我公平赌约下赢的 师兄 这你也要算账 福瑞美好气得道 汉海穷江 可是杜斯康会长的命根子 不过 他在来信中对你的赞赏 连我看了都脸红 不论怎么说 你也救了整个工会 就算是当做酬劳 也没什么了 激动道 师兄 我这可是赢的 而且 我还回赠了一瓶生命之源 给杜会长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我的军魔阴阳凯呢 快拿出来 让我看看 师叔对他进行了怎样的完善 福瑞点了点头 右手一挥 储存魔器中金红色光芒涌动 嗡的一声轻响 顿时 福瑞的大杖之内 已经被浓烈的火元素充满 坐在旁边闭目养神的云天机和阿金 感受到身边魔力元素的突然变化 不禁同时睁开双眼 那是一套自行结合成人形的全身凯 通体暗红 深沉的暗纹 在那暗红色的光运中 若隐若现 几乎所有关节的位置 都有着一根根尖刺突出 看上去给人一种肃杀 猙獰的感觉 整套军魔阴阳凯 还是保持了原本的风格 但在整体结构上 却已经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 首先 就是轻凯转化为全身凯的变化 原本只是护注重要位置的军魔阴阳凯 现在已经完善 所有连接部位 都是用鱼鳞状的甲咒 以半重叠状连接在一起 毫无疑问 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 不影响魔师的灵活性 其次 原本的面罩 现在已经变成了头盔 面罩的部分样式不变 但头盔却将头部完全保护在内 并且与颈部的护凯相互联系 可以说 没有露出一丝肌肤在外 最令激动吃惊的是 在这套铠甲背后 竟然多了一对巨大的羽翼 那看上去充满金属质感的羽翼 极为宽阔 双翼夹起来 一盏高达四米 哪怕是折叠在背后 依旧能够将整套铠甲的背面 完全遮挡在其中 军魔阴阳铠变的 比以前更加华丽了 那一道道暗纹 重叠后更加厚重的保护层 完美地整体 无不显现着 它那动人的光彩 只是第一眼看上去 它就已经牢牢地 吸住了激动的目光 令它不可自拔 激动此时已经意识到 这绝不是祝燕 仅仅在这一年中 铸造就能够完成的 不论材质 还是整体精细的铸造 没有大量的时间和珍贵材料 根本不可能让这件军魔 阴阳铠变得如此完美 难怪上次在天青草原上 见到祝燕时 它看上去那么疲倦苍老 毫无疑问 在自己失踪的这四年 它一直在进行铠甲 其他部件的铸造 最后这一年的时间 更多应该是 进行组合和完善而已 大哥啊大哥 你这份情意 让我如何来回报啊 曾经 当祝燕第一次和它接触 就要与它结拜的时候 它心中还充满了警惕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已经真正明白 祝燕是一个怎样的人 它是一个狂人 也是天才 更是为了魔力武器铸造 奉献了全部心血的疯子 更重要的是 它还是自己的大哥 看着眼前的军魔阴阳铠 激动的目光 不禁有些模糊了 双拳紧握 暗暗发誓 大哥 你放心吧 我定不辜负你的一番苦心 将这军魔阴阳铠的威力 在战场上完全发挥出来 克敌之胜 弗瑞道 师叔说 这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 军魔阴阳铠了 是它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 穿上它 你只需要注入一丝魔力 军魔阴阳铠 自身就会出现一层魔力护照 五官以下模式的攻击 根本无法破开其防御 而且 这星铠中 有大量火属性精免作为材料 度在铠甲表层 自身就能吸收外界的阴阳火元素 你穿着它施展技能的时候 对自身魔力会有所节省 而且 它也不需要耗费你过多魔力的支持 那每一根尖刺的尖端 都用了特殊的金属 拥有破魔的效果 在同等魔力的注入下 哪怕对方也穿着刺神级铠甲 被尖刺症面命中 也能产生穿透效果 哎 师叔真是偏心啊 激动呵呵一笑 师兄 你就不用抱怨了 你当我不知道吗 你那雷玉神符 直接就能幻化成为铠甲才对吧 弗瑞一愣 惊讶地看着激动 你怎么知道的 上次两大公会之战上 我可没有用出来啊 激动神秘的道 这是秘密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的 雷玉神符 可不是他见过的唯一一件神器啊 他的判断 也正是由那另一件神器而来 弗瑞哼了一声 道 臭小子 先给这套铠甲起个名字吧 激动眉头微皱 眼中流露出思索的光芒 一旁的云天机突然道 不如就叫神火圣王铠吧 主人乃光明天干圣王 身穿着神火圣王铠 也是实至名归 没等激动开口 弗瑞已经哈哈笑道 好 我觉得这名字不错 就叫神火圣王铠好了 这才够味道 虽然到现在 激动也不认为自己是那什么圣王 但既然师兄开口了 他也不好再改变 这崭新的全身凯 就有了他的名字 不久的未来 也正是这神火圣王铠 跟随激动转战东西 成就一代圣王威名 第294章 摇钱树 乞丐 报 正在激动 弗瑞他们为新凯定下了名字时 外面突然传来传令兵的声音 什么事 弗瑞向帐外喝道 启禀弗瑞大人 大营外来了三个人 求见大人和激动大人 求见我们 弗瑞有些疑惑地看向激动 激动也愣了一下 三个人 当下向传令兵问道 这三个人是怎样形貌 难道是摩蒙盟主苗苗来了 他还带了其他人不成 传令兵接下来的回答 就打破了激动的想法 那三个人 好像并不是一路的 都很年轻 其中两人相貌略有相似 20岁出头的样子 似乎是兄妹 另外一个 衣衫褣 好像是个乞丐 弗瑞和激动对视一眼 你认识这样的人吗 激动摇了摇头 能叫出大哥的名字并不奇怪 但能叫出我名字的 应该就是熟人了 我们去看看 还是带他们到这里来 弗瑞道 不过是三个人而已 传令兵 将那三个人带到这里来 是 传令兵下去执行弗瑞的命令了 弗瑞和激动对视一眼 两人都在想着 会是什么人 突然间 激动脑海中灵光一闪 兄妹 难道是那对兄妹吗 自己当初已经明确拒绝过他们来这里 一边想着 激动走到神火圣王凯前 右手抬起 按在铠甲胸口位置 眼中白光一闪 强横的精神力 已经瞬间融入铠甲之中 伴随着铿锵暴鸣之声 铠甲瞬间散开 化为一块块组合结构 在他的精神力牵引下 全部落在激动身上 奇异的是 当每一块铠甲 与他的身体接触后 并没有结合在那里 而是直接融入到他体内消失了 激动的融合神术 经过对同化法阵的领悟 以及精神力的蜕变 已经大成 不过 在融合了火神双剑之后 再要融合的东西 已经十分有限了 神火圣王凯融入后 他已经很难再融入 大剑的装备入体 时间不长 人已经被带来了 当福瑞和激动走出大帐 看到这三个人时 两人都不禁吃了一惊 杜明 希儿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福瑞吃惊地看着眼前这对兄妹 可不正是九神杜斯康的一对儿女吗 他和杜斯康私交甚好 又怎么会不认识呢 杜明黑黑一笑 和妹妹对视一眼 恭敬地向福瑞道 见过福瑞叔叔 见过老师 我们也是来参加圣邪之战的呀 老师 福瑞疑惑地看向激动 激动道 杜明在调酒方面 和我理念相同 我就答应收他为徒 教授他调酒的知识 杜明 我可是明确拒绝过你来参加圣邪之战的 更何况 你怎么还把希儿带来了 杜希儿抢着道 准老师 是我一定要跟哥哥来的 最近这半年 我的进步可不小呢 魔力马上就要突破五十级了 我早就听说过 压力越大 对摩世的修炼就越有利 圣邪之战这么好玩的事情 我怎么能不来呢 你一定要让我们参加 好玩 激动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你们先站到一边 你们的是回头再说 这位朋友 我们似乎不认识吧 你来找我和师兄 有什么事 激动挥挥手 让杜明兄妹先站到一旁 将目光落在那另外一人身上 这个人用衣衫褂褛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不但身上衣服破烂 全身脏兮兮的 更是棚头垢面 连相貌都看不清楚 比乞丐都有过知 但激动却分明 能够从这个人身上感受到几分危险 这绝对不是普通人 福瑞也在奇怪 他也不记得自己认识这么个人啊 那乞丐苦笑一声 福瑞大哥 激动 你们不认识我了吗 他这一开口 激动和福瑞都惊呆了 激动吃惊的道 你是摇签书 你这堂堂天干假木圣徒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样子看不出来 但声音却假不了 可不正是摇签书吗 摇签书几步上前 来到激动面前 突然放声大哭 激动 你要救救我啊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这五年 我快被折磨死了 激动赶忙用手扶住他 你这是怎么搞的 你当初可是有名的摇签书 药医必死病 前度有缘人 你应该有不少的积蓄吧 怎么弄得跟乞丐似的 摇签书哭声收歇 我也不想这样啊 我这都是被逼的 被那头肥猪逼的呀 我身上能卖的东西 都卖了 全都换了吃的 让那头猪吃了 我想和他解除契约都不行啊 我要是不让他吃饱了 他就不让我吃饭 这几年下来 我已经快被他折磨死了 激动道 你是说 那头菊花圣猪 他竟然把你给吃垮了 摇签书痛苦的道 可不就是吃垮了吗 他一顿就要吃上顿的食物 虽然不挑食 可是 一天三顿 天天如此 我就算是一座金山 也要被他吃光了呀 就连衣服 储存磨器 都给他换了吃的 这五年 你不知道我有多惨 要不是还有一手医术 能够赚点钱 他恐怕连我都给吃了 那菊花株呢 福瑞在一旁问道 摇签书苦笑道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反正只要到吃饭的时候 他肯定就会出现的 福瑞老大 这次 你可一定要收留我啊 你们让我干啥都行 只要让那头猪吃饱了 别再缠着我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人了 福瑞哈哈一笑 道 别说得那么暧昧好不好 我可对你没兴趣 这样 我让人先带你 去整理一下 换件衣服 你这叫什么样子 放心吧 这军营中 粮食是不缺的 至少暂时不会有问题 正在这时 云天机从大帐内走了出来 看到摇签书 他却没有半分意外 反而微微一笑 道 甲木圣徒 多约不见 恭喜你了 摇签书愣了一下 恭喜我 有什么可恭喜的 你就不要嘲笑我了 云天机摇了摇头 道 不是嘲笑 是真的恭喜 你虽然被折磨了五年 但这五年时间 也令你真正得到了他的友谊 他将带给你的 远比你付出的 要多得多 好好对他吧 摇签书眨了眨眼睛 云兄弟 你这是什么意思 云天机微微一笑 道 天机不可泄露 到时候你自然就明白了 摇签书挠了挠乱蓬蓬的头发 无奈得道 好吧 我先去洗漱一下 换件衣服再说 现在这样子 实在太丢人了 对了 天机还好吧 云天机叹息一声 我就是天机 听到他这句话 摇签书顿时身体一震 他当然明白云天机这句话的含义 目光转向激动 看到激动向自己点了点头 顿时 心中悲意狂涌 本来就已经被折磨得十分脆弱的神经 再次崩溃 痛哭失声 天机大人 他就这么去了吗 这 这真是 一旁的杜心 低声在哥哥耳边说道 哥 你看这个家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老是哭哭啼啼的 像个女人似的 没等杜明开口 摇签书已经抬起头看向杜心 你才是女人 哦 不对 你本来就是女人 谁像个女人了 你被折磨五年试试 云兄 哦 不 天机 解哀吧 老天机是为了大陆 奉献了他的一生 他永远都会活在我们心里 杜明瞪了杜心一眼 杜心吐了吐舌头 心中暗道 这个乞丐的耳朵 倒是挺灵的吗 福瑞让人领着摇签书下去 洗漱换衣服 云天机仰头看向天空 口中喃喃地道 老师 您说得对 再大的危险面前 也一样有生机存在 正在这时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突然从旁边响起 摇签书那小子呢 哈哈 这不是激动和福瑞吗 见到你们 真是太好了 这几年来 我都快被摇签书那小子给饿死了 众人顺着声音看去 之间一头全身圆滚滚 身长不过齿鱼的小猪 正摇头晃脑地走了过来 背后那菊花的图案分外明显 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淡淡的金光 可不正是那位菊花圣猪吗 激动和福瑞眼中 都流露出一丝惊意 要知道 这菊花圣猪 可不是和摇签书 一起来的 圣邪之战即将开始 这五国联军的大营防御之严密 可想而知 哪怕是飞天遁地 也不可能悄悄潜入 可这家伙就这么来了 哇 好可爱的小猪啊 杜仙看到菊花猪 顿时眼中星光大放 几步就跑了过去 一把已经将菊花猪抱在怀中 菊花猪顺势靠了上去 在杜仙怀中蹭啊蹭的 看上去是要多可爱 就有多可爱 但激动和福瑞 分明看到这家火眼中 那猥琐的光芒 刚才那个乞丐说的 就是你把他吃穷了吗 好可爱啊 软软的抱着真舒服 那家伙一定是骗人的 你这么小 怎么可能把他吃穷呢 抱着菊花猪 杜仙被他拱得咯咯之笑 大有爱心泛滥的趋势 菊花猪一份填膺的道 就是 姚千叔这个没良心的 我这么小的身体 能吃得穷他吗 那都是他自己乱花钱 哎 我好后悔啊 要是上次遇到他们的时候 就遇到你多好 我就和你低解契约了 激动无奈地摇了摇头 云天记的目光 则一直带着一丝深意 落在菊花猪身上 杜仙眨了眨眼睛 这契约还能不能改啊 我好喜欢你啊 你真是太可爱了 菊花猪苦着脸 鼻子 嘴 小眼睛似乎都攒在了一起 摇头道 不行啊 那契约不是那么容易解除的 而且 我可没有什么攻击 防御的能力 用我做魔兽 你没看那摇签书后悔的很吗 杜仙道 我不在乎 等我以后有了魔兽 我才不舍得让他去战斗呢 我会当他是我的朋友 我的好伙伴 保护他还来不及呢 小猪猪 你真可爱 那个家伙肯定是虐待你了 你看 你都瘦成这样了 听着杜仙的话 激动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和福瑞一起 转身就进账了 杜明虽然不知道 这菊花圣猪是什么身份 但看他那完全是球状的身体 还说瘦 自己这花痴妹妹啊 别人不以为然 可菊花猪看着杜仙的眼神却不一样了 也不怎么再往他那略显青涩的小胸铺上蹭了 不停地和杜仙聊着 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 等姚千叔回来的时候 看到菊花猪那乖巧惹人恋爱的样子 眼珠子险些掉到地上 这还是那个剥削了自己整整五年 硬生生把自己吃穷了的猥琐肥猪吗 菊花圣猪自然也看到了他 很是威胁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又在杜仙怀中蹭了蹭 希儿 我的主人回来了 我必须要去和他在一起了 不然 我怕他会打我 杜仙的目光顿时恶狠狠地瞪是向姚千叔 大有一言不合 立刻动手的意思 姚千叔差点一口血喷出来 我打他 我干嘛 这肥猪要是像表面看上去 那么简单可爱 我也不至于混成这样 你们聊 我先走了 当晚 直到开饭的时候 杜仙才真正明白 姚千叔的痛苦 菊花圣猪身体看上去不大 但当他开始开怀大吃之后 所带来的绝对是震撼级别的恐怖 他一个人 几乎吃掉了一百人份的晚餐 而且 身体还没有任何变化 吃完了 就躺在杜仙怀里 杜皮向上酣睡起来 姚千叔的面庞在抽搐 回想起五年来 自己所受到的折磨 他真想冲上去 将这只肥猪掐死 但是 他就算再爱钱 也绝不是一个恩将仇报的人 当初菊花圣猪毕竟救过他 他也一直吸迹着菊花圣猪 能够展现出 他十阶神兽的实力 但是 事与愿违 五年来 除了吃 他从未见过这头猪 有什么别的能力 他好像是能吃了一点 杜仙摸着菊花圣猪的圆滚滚的肚皮 姚千叔苦笑道 那真不是能吃一点啊 第295章 整装待发 九过三巡 光辉五龙 因为第二天 还要处理大量军营中的事务 纷纷告辞 这场在福瑞大仗中的酒宴 也已经到了尾声 激动和福瑞一起坐在上守卫 面沉似水地看向杜明 杜明 你知不知道 圣邪之战有多么危险 竟然还带希儿前来 杜会长知道吗 杜明脸一红 挠了挠头 道 希儿吵着要来 我也想见识一下圣邪之战 为大陆出奋力 所以 我们就来了 福瑞呵斥道 胡闹 要是你们出了事 让我怎么向杜会长交代 明天一早 我就派人送你们回去 杜明抗生道 福瑞叔叔 我们已经都不是小孩子了 自己的事情 自己可以做主 我们是不会回去的 您就让我们进入圣邪战场吧 我和希儿的魔力 也已经接近五十级 除了实战经验欠缺一些以外 也并不比你们阴阳学堂的弟子 差多少吧 他们能为大陆出力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 福瑞昼眉看向激动 小师弟 你说怎么办 激动道 杜明我倒还放心一些 可是这希儿姑娘 就 希儿才不用你们担心 交给我好了 别忘了 我可是从圣邪岛上出来的 菊花圣珠 舒服地 躺在杜希儿怀中 堂而皇之地说道 旁边的摇签书不满道 飞珠 你吃了我五年 可也从没听说过 你要保护我 你认识人家才不到一天啊 你这重色轻有的东西 菊花珠向他翻了个白眼 这你就不懂了 本圣珠自有深意 以后你会明白的 希儿 我困了 你看 今晚我睡在哪里比较好呢 杜希儿抱着菊花珠站起身 嘻嘻一笑 当然是和我一起睡了 你这么软软的 抱着你睡 一定很舒服的 一边说着 向众人打了个招呼 似乎根本不在乎 激动和福瑞 最终如何决定 就兴高采烈地带着菊花珠走了 摇签书看着菊花珠 这猥琐的家伙 在杜希儿怀中蹭啊蹭的 很是吞咽了几口口水 不过他心中也在暗暗庆幸 至少有杜希儿 吸引了这家伙的目光 他暂时不会来 折磨自己了 激动将一瓶魔忌酒 交给杜明 进入圣邪战场后 你就将这瓶酒 从你自己的储存魔忌中拿出来 如果没有遇到危险的话 尽可能在原地不要动 我会去找你 杜明接过魔忌酒 惊喜地道 老师 你是同意 我进圣邪战场了 激动点了点头 但是 在圣邪战场内 不得再擅自行动 否则 以后你就不用叫我老师了 好了 你也会去休息吧 是 杜明大喜 尽管他的年纪实际上 还比激动大上几岁 可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在这位老师面前 他心中的敬畏 都会加深几分 杜明也去休息了 福瑞的大仗中 就剩下他 激动 姚千叔 阿金 和云天机五人 激动向福瑞道 师兄 天机的话 我们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但我们却并不知道 在这次圣邪之战中 会发生什么 因此 我们能做的 就只有小心谨慎 回头你和大家说一下 等进入圣邪战场后 让大家就将我发下去的 魔忌酒取出来 我有办法在第一时间 让我们阴阳学堂的弟子 聚集在一起 这样一来 出现任何变化 我们也好应付了 福瑞惊讶地看着激动 你有办法让大家聚集在一起 是什么方法如此神奇 激动微微一笑 福瑞只觉得 激动眼中白光一闪 突然间 自己的大脑 仿佛被一股寒流击中了似的 正在他下意识地 想要抵挡时 突然他觉得 自己眼前的一切似乎 变得清晰起来 思感快速延伸 房间中每一处 最细微的角落 都能清楚地感觉到 甚至也能感觉到 大帐外的很多东西 尤其是对房间中的几个人 感应更是极为深刻 甚至连 他们的魔力等级 都能清楚地感觉到 像摇迁书的魔力 分明已经达到了 65级的程度 阿金则已经接近了70级 只有云天机 是一片朦胧 感受不清 这是 福瑞瞠目结舌地 看着激动 不自觉地站了起来 激动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师兄你可以将这理解为魔狱 但却并不是魔力凝聚而成的魔狱 而是精神魔狱 我这精神魔狱 在实际攻防上作用并不算很大 最多只能起到一些突击性的作用 但它却要比普通魔狱 扩展的范围大得多 只要不受到强烈的干扰 我就能感受到 魔技酒中所蕴含的我的精神烙印 快速将大家联合在一起 一边说着 福瑞脑海中的清凉悄然退去 周围所有的一切 又恢复了正常 他有种感觉 此时的自己 就像是一个势力绝佳的人变成了一个盲人似的 刚才所有通透的感觉 全部消失不见 小师弟 我决定了 这次圣邪之战 名义上虽然我是统帅 但你要起到实际统帅的作用 你这精神魔狱的作用太好了 不只是能用来找人 我想 在施展之中 也能够大幅度地提升 我们每一名模式的战斗力 只是不知道 你能同时帮助多少人 去感受周围的一切 福瑞也是一代天才 在短暂的惊讶后 已经立刻联想到 激动这精神探测在实战中的作用 不说别的 有了这精神探测 就不需要担心任何位置的敌人偷袭 就像是有一双无比清晰的眼睛 始终悬挂在高空之中 掌控着整个形式 还能帮助自身 判断出敌人的实力 可以说 单是这精神探测的效果 就已经不逊于激动 本身实战能力 在群体作战中的作用 激动到 如果是三 五人的话 可以长时间持续 但如果是整个阴阳学堂的话 只能持续半个时辰左右 每分心多一份探测 他所要接收到的各种信息 都会几何倍数增加 哪怕是 以他现在这样强大的精神力 也绝不是无所不能的 当然 他能够做到这一点 已经无愧于烈焰 对他这精神层次圣级的评价 只不过 现在他自身的境界虽然到了 但精神力的量 却还远远未能达到圣级的底部 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而有了圣级的层次之后 这个积累的速度 显然是极快的 弗瑞道 这就足够了 这已经足以改变一场大战的胜负 小师弟 我现在真的很期待 这次与那边全面碰撞时的战斗 只不过 这次圣邪之战 我们光明五行大陆一方的主角 再不是我 而是你 师兄弟二人目光相对 眼眸中都散发着强烈的信念 他们都绝不是那种 面对困难就会退缩的人 只会是迎难而上 十天后 东海海滨 海风阵阵 带着大海特有的味道 吹拂着岸边 空气显得有些阴冷 太阳的光芒 早已被浓浓的云雾所遮挡 远处的万雷结玉界 看上去也是越发地狂躁着 蓝紫色的电光 不断在那浓厚的 令人窒息的云朵中闪耀着 海浪滔滔 拍打着岸边 不时发出阵阵轰响 龙烈速杀的气息 不断生腾着 五年一度的时刻 就要来临了 此时 就在这海滨处 聚集着至少有超过数千人 每个人都穿着醒墓地金色净装 这是五大帝国 聚集在海滨镇首圣邪通道战士中 金锐中的金锐 他们全部来自于天干学院历代学员 普遍四贯以上 平均五贯到六贯修为的魔师们 正是这里的中流砥柱 他们加在一起的力量 再配上身后总数近十万的各国金锐大军 几乎足以和任何一个帝国相抗衡 再向前 近三百名年龄五十岁以下的天干学院 金锐整装待发 他们分成十个纵队 分别代表着十种属性的魔师 每个人身上都穿着属于自己的魔力铠甲 属于自己的魔力武器 五年一度的时刻 也将是他们大展身手的一刻 只是 没有人能够知道 在他们之中 有多少人能够从这五年一度的大战中活着回来 在这三百人中 更多的是熟悉的面孔 上一届圣邪之战 可以说是光明五行大陆这边损失最小的一届 毫无疑问的是 参加了上一战 年龄至今未满五十岁的魔师 都出现在了这里 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实战能力 更有着克敌之胜的强烈信念 最前排 一共二十余名拥有座棋的魔师 成了整个队伍的风锐所在 全部六冠以上拥有魔兽座棋 他们是这三百名天干学院学员中最精华所在 也几乎都是出自于阴阳学堂的强者 而带领他们的 正是那端坐于紫雷药天龙背上 在天干学院中所有学员崇拜的对象 雷帝福瑞 激动就站在福瑞身边 今天的福瑞显得格外强悍 雷帝全身都覆盖在蓝紫色甲昼之中 那甲昼看上去极为坚厚 遮住福瑞的面庞 但却遮不住他身上绽放出那铺天盖地的强大威势 这并不是雷玉神服所化的铠甲 而是祝燕为他量身打造的 和五年前相比 现在的福瑞更给人一种气势如山如月般的感觉 就像是定海神针一般 带给每一名天干学院的战士勇气和力量 和福瑞相比 激动就显得不起眼多了 他甚至没有穿上自己的神火圣王凯 也没有坐骑 但他却和天机一起都站在紫雷药天龙身旁 只有那些参加过上届圣邪之战的魔师们才知道 这个看上去十分平静的年轻人是多么危险 他们永远也无法忘记 激动施展超臂杀迹约越阴阳界那一刻 所展现出的光辉 每个人都知道 他将是雷帝的继任者 甚至很多人认为 凭借着那超臂杀迹的施展 他甚至有着更超越雷帝的实力 师弟 按照你的要求 我们这里只有299个人 你说的那个人什么时候的 福瑞相激动问道 激动眼中光芒一闪 看向远方的天空 沉声道 他已经来了 福瑞顺着激动目光的方向看去 只见远方一个不起眼的小点 正在迅速放大 以极快的速度朝这边接近着 此时 以光辉五龙为首的帝国驻军们 也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 云龙张飞腾身而起 坐上了自己的云龙 就要去迎敌 圣邪之战即将开始 但在这个时候 来冒犯者 杀无赦 张飞师兄 是自己人 福瑞大喝一声 这才打消了云龙迎击的念头 此时 那黑点已经快速放大 福瑞也终于能够看清他的样子了 那形如巨鹰的银色大鸟 滑翔而下 直奔五国大军的方向而来 大鸟背上 正站着那银衣飘飘 灰色水晶般长发飘逸的女子 这是银衣海东青 福瑞惊讶地说道 激动道 师兄 你认识这种魔兽 福瑞点了点头 道 这是一种魔兽 乃是龙族中最少见的 极土系银龙 与一种巨型海东青结合后所生 极为罕见 在飞行类魔兽中 也是霸主层次的存在 在龙族中 银龙的血统极为高贵 这银衣海东青 虽然是杂交一种 但也有着石阶的底蕴存在 小师爹 你找来的 果真是一个强员啊 不用看魔师 单是这九阶级别的坐骑 就已经能够影响到大战了 要知道 上一次为了围攻那头双系九阶魔兽 几乎用尽了光明五行大陆这边所有力量 最后才成功击杀 当然 现在这群人的实力就完全不同了 不论是激动还是福瑞 都有单独击杀九阶魔兽的实力 银衣海东青已经越来越近了 魔女淼淼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激动 我来赴约 在光辉五龙的示意下 银衣海东青没有受到任何阻挡 收敛双翼 缓缓落了下来 直接落在了激动和福瑞面前 和上次见面时相比 现在的淼淼看上去似乎更亮丽了几分 主要是因为 她看上去更有生气了 俏脸不再那么苍白 而是带着几分淡淡的红润 连神色也从以往的冰冷 变得柔和了许多